一台一台小客車通過路口一路執行 道路上一切看似很正常 結果下一秒 大貨車在對向車道沿路和許多汽車擦身而過 就在開到電桿區時 右側兩根電線桿瞬間攔腰折斷 往前傾倒 下了陣要通過的黑色小客車 急踩剎車才沒有被擊中 換一個角度來看 大貨車正常車速行駛在路上 結果遇上對向的黑色小客車 意外就此發生 兩根電線桿突然應聲倒地 貨車司機直直開了過去 根本什麼也沒看到 回到事發地點 兩根電線桿直接被折斷 雙雙倒在路邊 旁邊還有碎裂的電桿殘骸 可見當時貨車車電線的力道有多麼大 驕駛的大貨車拉斷電桿 經警方現場查看 立即通知台電人員到場搶修 26號中午 一台大貨車在行經重力重鎮路時 疑似因為貨車車頂過高 不小心扯到兩條電線才會釀貨 經警方調查貨車駕駛酒測值為零 也隨即通知台電人員搶修 但再看一次畫面 當時兩條電線突然倒地 還好沒有雜重路過汽車造成嚴重傷亡 記者林中正 這是徐一方桃園報導